报告一下,我是住在大湖内阁,就在旁边这个社区 我们社区大概是希望说实际能够有一部分的土地来做公共设施 那如果超过50%我们社区是会赞成 那如果说是在50%跟30%之间,我们就不赞成也不反对 但如果小于30%我们就会完全反对 那因为我本身做都市计划做了很多年 那我们现在在一般的都市计划都会做30% 到40的公共设施 那我们这里为什么要做公共设施 我想第一个我们大湖里曾经办过公投 有91%的人赞成要做水保公园 但是迟记到今天没有提出一分地 一平方米的公共设施都没有 那是百分之百作为社福用地 所以对于我们的大湖里的要求一点都不存在 那为什么要做水保公园 对不起我因为脚不好我坐下来讲 没有办法站 大家讲这个水系不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知道这个基隆河原山子分红道 做了以后为什么系子会不沿水 系子山上不沿水 系子山上的水系跟基隆河也不一样 它只是流跟那个宜兰那边的水系也不一样 可是他们都流到基隆河基隆河堵起来 这个旁边的水系就流不下去 我们台北市在我们的这个水是赶潮断 我们跟台湾海峡的水系有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台湾海峡的水如果涨潮 我们的水排不出去 我们就会淹水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水系 我们的水从大湖山庄街的水跟实际的水都要流到大湖 大湖大湖如果涨起来我们的湘寒 我们现在很不幸都是用湘寒排水 大家说这个大湖比下面的这个这个基隆河高很多 就能够排得出去吗 为什么排不出去 上面这为什么会淹水 因为基隆河水高过那个排水口 那个排水口的水就排不出去了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满水位的压力流 就是那个那个水场比较大 我们大湖的这个水根本就排不到下面 那我们这个实际的水如果没有相当的一个蓄洪 那我们这个大湖的水一站上来超过我们那个湘寒 我们大湖山庄街的水就排不出来 所以大湖山庄街就会淹水 这就是下面下游的水会影响上游的水 这不是你水系一样不一样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大湖山庄街做了多大的滋红水 做了13万地方公尺的这个滋红水 它的面积啊 刚才有一张照片你们可以回到上面 可不可以找得到 有一个水系的照片 那个那个那个上面 我可以跟大家讲 好 这就是这一张 大湖山庄街上面是488.47公顷 那我们这块基地是86.81公顷 大概是6倍 5倍到6倍的量 假如大湖山庄街上面需要13万地方公尺 你把它除以5的话 我们这里需要多少 大概2万7的立方的水 那我们才做了多少 我们才做了2000多诶 十分之一诶 那你说会不会淹 那如果大湖山庄街不需要那么大的水量 它为什么要做13万立方公尺 它也只不过是就是488.47公顷 那我们的水系是86.81公顷 我们要做2万多 现在只做了2000多 那请问大家会不会淹水 当然会淹嘛 那不然大湖山庄街为什么要做那么大 我们现在里长还嫌那个太小 还要再增加 所以实际一定要做出相当的自豪 这就是我的意见 谢谢 谢谢 谢谢您啊 这个时间很少 可是又能够把握 最后5分钟